今明两天受桑达影响 上海可能会有大风 需要注意防范 不过由于空气中湿度大 气压低 体感闷热 因此台风对高温的缓解作用比较有限 气象专家预计 夜间到周日白天 桑达靠近上海东部海域时速度减慢 徘徊少动 大风影响时间较长 这个台风应该说是级别不高 强度也不大 所以可能还是外围的影响 但是沿海的所到之处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风浪影响 到30号晚上有可能离上海还是比较近的 可能外围是会有影响的 然后在30号晚上以后它是会转成往偏北方向移动 气象专家表示 桑达个头中等降雨以阵性降水为主 时大时小时有时无 雨量分布不均 局部有大雨 这个台风移动速度比较快 所以影响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应该说周末到下周二这段时间里面 都是以这种海上的偏东气流影响为主 所以气温上面可能还是在35度之下 桑达带给深城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8月2号左右 桑达退场后受负热带高压影响 上海可能重回高温线 午后多雷阵雨 感情赚与 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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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线